17日,捷克总统齐曼在拉尼城堡主持新内阁就职仪式 新总理费亚拉领导的中间偏右政府正式成立 新政府一上任,就面临着能源价格、预算赤字、通膨飙升和中共病毒疫情等多重挑战 现年57岁的新总理费亚拉已于11月28日宣誓就职 他此前一直坚持西方价值观,并且对台湾立场友好 因此外界预期费亚拉政府或将重拾与美国等民主国家的关系 并扭转总统齐曼亲中亲二的路线 新闻尔台电视综合报道